嗨 我是路克 今天繼續來聊聊JoJo合作的免錢卡 前兩週推出的免錢卡 我之前已經出過分析影片了 有興趣的人 可以在看完這部影片之後再去補完 這兩週推出的免費卡都是副本卡 然後其中一張是夢魘集 因此整理起來會比較簡單 我也會順便補上入手方式 接下來看到這幾張副本卡的介紹 首先是老東西 它是合作第三週開放的挑戰任務 關卡限制JoJo的奇妙冒險特性角色 才能進場 製造TD6 鳴控敵方全體使受影響目標無法行動一回合 再解除黃金精神成員的疲憊與休眠狀態 並讓黃金精神成員增加兩回合的亢奮狀態 隊長如果是黃金精神成員 還能在一回合內 讓全隊的輸出變為光屬性 在原作是整天搞笑的老東西 甚至還被笑說替身能力沒用 但我覺得這幾點組針對性很強 或是說非常好做球 範樣度不算高 畢竟陳太陽隊伍自在亢奮 但他那個亢奮只有單一角色 某些情況下還是會碰到問題 至於鳴控跟無法行動就更不用說了 本身的屬性也能配合陳太陽 湊15暗發動手機吸收的效果 在陳太陽隊伍有A級 而且他剛好能同時知道 精神員增君與喬斯達家族血脈得隊伍技 以主動技來說狀態性不算高 主要優勢在於屬性與身份 有抽這次合作的話必刷 順帶一提 輸出轉為光屬性的能力 其實只對角色的第一下輸出有用 後續的追打是吃不到效果的 因此配合陳太陽主動技 追打的屬性一樣是暗 再來是合而合思 他也是合作第三周開放的挑戰任務 沒有限制進場條件 製造GD6能解除自爆 並對敵方全體 造成1000萬點無屬性砲擊傷害各一次 還能在一回合內 讓反擊傷害減少100% 不自帶任何增傷效率的輔助角 概念跟操縱魔車很像 但泛用度更低 不過他解決無屬級的效率很高 不像無屬這打技能 會需要擔心破盾前輸出被吃掉的問題 這張卡我給B級 能放光人的隊伍都能靠他解盾 值得抓一張 但泛用度不高 只會在特定隊局有優勢 之後是佩特夏 他也是合作第三周開放的挑戰任務 限制全獸才能進場 製造GD6能凍結敵方全體 使獸影響目標轉為水屬性 且效果是無限期 獸類成員的輸出 對獸類與凍結狀態的目標 有3倍的獵殺效果 而且還有一個輪替的轉化效果 基數回合會將上半旁邊的阻止 轉後來固定位置的水與星強化組 偶數回合會將下半旁邊的阻止 轉後來固定位置的水與星強化組 效果2跟效果3的持續時間 會到關卡換成為止 關卡限制超智障 但本身的技能組不錯 現在獸類算是環境上弱勢的種族 當初看到這技能組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後來才意識到 獸類處理手效屬性不相依的效率很低 這張卡我可以B級 可以放縮隊解盾 在水艾隊偶爾也能當增傷 其他隊伍沒什麼出場機會 最後是瓦尼拉艾斯 他是合作第四周開放的戰力級副本 沒有限制進場條件 直到GD6能在英文內無視障距與黑洞 還能點選場上有珠子一次移出該種類的珠子 並掉落該種珠子以外的屬性強化組 隊長如果是D.O.的話 則會移除全盤的珠子 並掉落該種珠子以外的屬性強化組 所謂的D.O.其實是指D.O.與世界這張卡 我覺得這樣簡稱比較方便 畢竟另一張D.O.相較之下沒什麼用 全容道只剩移除 上氣跟黑洞這兩種東西 比起直接武士 靠定版處理的效率更高 原作擊殺數2 最後被嘴盾才死去的超強反派 到了泰倫斯大陸 居然變成本身不自帶增傷又不好用的接班卡 增傷卡我給C級 打一張就好不用特別刷 主動計在D.O.隊伍的存在感非常低 除了D.O.隊伍也沒什麼出場機會 畢竟魔族要處理指定住的手段很多 之後看到這次的合作夢魘 也就是D.O. 雖然說夢魘集也是免錢卡 但我覺得D.O.大人需要專屬一個段落 畢竟他很怕生 平常都躲在自己宅底吃麵包 讓他跟合的合適靠太近的話 我怕會擦槍走火 D.O.的紀念組非常大方 雖然說隊長龜殼不怎麼樣 但我覺得隊員價值真的超級高 先看到隊長設計 首先是隊長技 魔族應限制 全隊能吃到10倍的基礎輸出倍率 與1.8倍的基礎寫回倍率 吸血鬼成員 還能吃到額外兩倍的寫攻回倍率 消除了珠子越多 吸血鬼成員還能吃到額外的倍攻 且上限為5倍 還會依據消除的光束數量加C 單邊隊長技最多能加5C 考慮雙隊長的話就是10C 再來看到隊伍技 D.O.也是吸血鬼 因此他會有吸血鬼相關的隊伍技 對人類的獵殺效果 要求吸血鬼成員做隊長 且隊中只有魔族成員 以角色主起手的話 還能吃到對應的特殊效果 再來這些隊伍技 條件要求D.O.當隊長 且佔滿為吸血鬼 一言三秒 吸血鬼成員進行C-4 無視燃燒與一不一傷 全千200%光 光珠效果抵震100% 消除光珠時 全隊的輸出 無視攻擊盾與連擊槍的盾 手消五星時 減少80%被損傷 D.O.開技時 DNCD加1 但每層最多只能觸發4次 之後看到D.O.的主動技 D.O.跟成太陽一樣 都有雙主動技 且都有替身模式 先看到非替身模式的技能 技翼CT8 會讓D.O.進入替身模式 並向自身C-8 還能在一會兒內 吸收敵人的攻擊傷害 並向自身10倍攻 技翼CT5 會引爆敵人的屬性柱與形柱 揮露光強化珠 還能在一會兒內 炎5秒 且光珠效果提升50% 再來看到替身模式的技能 替身模式的D.O.會有攻回1.5倍的能力 技翼也是CT8 能在9秒內排出 而且排出效果結束後 還可以繼續移動珠子 一會兒內 手消一消 並讓自身以30%的輸出 追打光屬性攻擊30次 且其他成員無法發動攻擊 還會讓旁邊隨機6個位置 出現對應種類的飛刀地形 在指定種類的飛刀地形 手消同種類的珠子的話 還會依據達成的數量 獲得越多額外效果 2、3、4、5次 分別對應到 自身2.5倍攻 自身輸出無視反手消盾 追擊零化 固定連擊盾 自身攻擊命中敵人後會擊暈敵人 並使目標無法行動一回合 回合莫此技能CT-3 GXCT7 引爆全滿的珠子 掉落固定位置的無屬級新強化珠 隊長如果是D.O.的話 結版類型則搞白衣除 還能在英國內 讓首屁弱珠與第二屁弱珠 變為光強化珠 再讓著熱地形的傷害 轉換為我方生命力 當初GN1沒寫到CD 很多人以為替身模式的飢餌也是CT5 但其實是CT7 吸收、戒王、處理新珠 首效一消、壓打點、大量光鼠追打 自身輸出無視三種盾、急暈、定板 產生大量光珠、防受熱 這效果比小氣員工還多才多意 而且只有移出效果要求自己隊長 因此就算出隊打工 也能發揮九成以上的實力 更別說他的專屬武裝 還自帶加速效果 壓入機 也就是D.O.的專屬武裝 三個被動能力分別是 炎2秒 開機時自身1.5被攻 自身直行首效一組5力以上的光珠石 自身刺激簡易 替身模式G2的盤面 不然16直行的珠子是5連的光珠 因此D.O.當隊長的時候 能無痛觸發這個加速條件 平常不管當隊長還是當隊員的時候 也可以靠這個方式去加速他的技能輪轉 概念跟5條路一模一樣 最後再補算兩個注意事項 首先 炎尼拉艾斯的服用技 在隊長為D.O.的時候 能移出全板的盤面 並禁掉指定種類的珠子 既然他能移出全板 那我又為什麼會說 這招在D.O.隊伍的存在感非常低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D.O.在替身模式G2 恰好也能移出全板 平常是引爆啦 但隊長如果是D.O.的話 也剛好會是移出 真的要移出等級的結板的話 用D.O.主動機就夠了 D.O.在替身模式的雙主動機 恰好都不能處理加護珠的敵記 畢竟技衣會讓全板手下預銷 G2又會移出全板 然後他不能資產加護珠 以需求來說 D.O.作為隊長的時候 需要一個能妥善處理加護珠的手段 瓦尼拉艾斯無法勝任這個任務 一定會來說又跟D.O.替身模式的G2 幾乎完全衝疊 因此我才會說這張卡存在高很低 在這兒 剛剛我有說D.O.的隊長規格又不怎麼樣 主要原因是平坦太低且牛鋒太窄 這隊的平坦輸出不到500億 輸出非常依賴隊伍成員的主動機 魔族牛鋒不夠完善就算了 這隊還只能讓吸血鬼師滿倍率 這次合作只有三個吸血鬼特性角色 也就是D.O.、瓦尼拉艾斯與D.O. 跟基多拉一樣 有一顆頭特別白痴 同樣都是有隊長設計的夢演集 我覺得夏尤傑整體的設計完善許多 因此我覺得D.O.並不算是一個好隊長 但隊員價值就真的沒話說 這紀念組是非常理所當然的A級 不刷很虧 未來很多隊伍都會用到 使用度跟放用度都是最頂的 最多可以刷兩張 至於其他B級的副本卡一張就很夠了 以上就是我對這次救救合作副本卡的想法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分析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 純太陽完成組隊分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掰掰